哈囉我是阿滴 歡迎收看今天的職場突擊系列 這個系列是希望帶大家看 不同產業不同領域的工作環境跟工作內容 那今天我們的主題呢是要來一探 在新創公司上班究竟會是什麼樣子的一個經歷呢 一般人在抉擇工作的時候 通常就會遇到這個問題是 我要去大公司上班還是要去新創 比起這個升遷結構很固定的大公司來說呢 新創公司給人的印象是 很自由很活潑很多發揮創業的空間很多年輕人 這些刻板印象是真的嗎 今天我們收到Startup Island 台灣的邀約 要來探訪兩家非常成功的新創公司 KK Day 跟 FunNow 他們除了每年都得到很多投資人的青睞之外呢 甚至還要踏出台灣把他們世界的版圖拓展到海外 待會呢我們就有機會可以採訪到 這兩家公司的品牌總監跟CEO 以及更重要的是訪問到這兩家公司的員工 聽聽看他們第一手在新創公司上班的經歷跟分享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吧 好我們現在先帶大家看的是KK Day的辦公室 一進來就有一個非常寬闊的Lobby 主視覺在這個牆上有點線面的刻畫出了世界地圖 這裡還有一個品牌理念 Work Hard Travel Harder 在工作之餘呢鼓勵大家要去旅遊 但不只是這個2D的平面圖而已 他們還甚至做出來一個實際的沙坑 然後有Surfing Board 這個是實際上可以做上去的嗎 這可以載重嗎 這可以耶 接著這一區的話是辦公室 蠻有趣的是他們辦公室的命名都是一些活動 像比如說浮潛啊 或者是攀岩啊 或者是看極光啊 同樣的也是把旅遊這個元素 非常巧妙的融合到工作的場合裡面 他們還有另外一整區的辦公室 房間的命名是不同的城市 然後這個最大間的叫做NASA 這裡是開主管會議的地方 哇塞 這邊的辦公環境真的是有夠讚的耶 好的那在我身邊的是KK Day的品牌總監Bess 哈囉 因為我們今天是主要來探討說大公司跟新創公司的差別 所以接下來會有一系列的快問快答 介紹一下KK Day這家公司 KK Day是一個充滿火力 擁有很多創意能量的旅遊電商平台 空間跟與同事相處的時候就發現 我們很希望透過旅遊傳遞更多的Energy 所以這也是我們的品牌精神 就是Work out travel harder OK 你們成立多久了呢 我們從2014年開始然後一直到現在 所以員工從原本是多少人 然後到現在是多少人 以前我們只有四個人 四個人開始 對 然後現在不含國外辦公室 就是在台灣的話大概四百多 哇那成長很快耶 一百倍的成長 公司有什麼特別的福利嗎 一般新創或大公司有的福利都有 例如說很多的零食 或者是好喝的咖啡 然後但我覺得最大最大不一樣 其實我們是旅遊公司嘛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正職員工 都會有三天的有行旅遊價 我覺得大公司跟新創 工作氛圍或是差別會是什麼 我覺得很不一樣是 在大公司就是要一層一層回報上去 再一層一層回復下來 但其實在新創是必須很快速 所以我今天找到一個機會點 我就會拉所有的相關的部門進來討論 所以某方面來說 你覺得新創公司的每一位員工 都比較多功能一些 然後必須要很快速的搭配更上這樣子 對 而且很有趣的是我們公司的斜槓青年很多 工作以外的生活經驗會幫助他在開發商品 或是想一些idea的時候會有新的input KK Day對於員工的英文能力會有特別的要求嗎 我們會蠻要求 是因為我們的同事分散在各個地方 那即使是在總部好了 包含不管是我們的客服部門 或是行銷部門 他可能是來自世界各的員工 有日本人 韓國人 可能是有泰國人 英文可能已經是必須 但我們蠻多同事都會都去修第三第四語言 就是可能學韓文 學日文這樣子 好的 今天除了拜訪KK Day之外呢 我們也來到了另外一家新創公司 叫做FunNow 那現在一樣我們先看一下 這家新創公司的辦公環境 這家新創的辦公環境就比較單純 算是很開放式的一個工作空間 各個部門之間沒有什麼隔間 這邊不知道為什麼有一個猛男牆 女性員工的福利吧 我想 但在最裡面有一個休息室 我們可以去看一下 這邊的話呢 是FunNow的一個休息區 茶水間 有點像是一個電影廳的感覺 所以待會呢 我們也在這裡簡單的採訪一下 FunNow的CEO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訪問 是FunNow的CEO TK 想要了解一下這家新創公司 FunNow其實是 都會玩樂即時預訂的第一品牌 基本上我們就提供給人 說走就走的即時APP 讓你預訂周遭的都會玩樂 因為我知道你們也有踏出海外 我們現在台灣大概70個員工 然後海外的東京 香港 馬來西亞加起來 大概30位 身為新創公司 有提供給員工什麼特別的福利嗎 我覺得是我們營造一個公司的工作環境 我會總結為三個F 第一個是Fun 因為我們是FunNow 然後第二個是我們非常的Flaid 所以我們的組織剛剛扁評 所以其實公司員工有很大的福利 就是可以Challenge我 或者Conflict我 In front of my face 第三個F我可以說是Free Floor 我們提供了很多酒 對我其實剛進來的時候有發現 就到處都有酒瓶 只要沒了我們都會補充 可以有一點酒精 激發一點想像力 或放鬆一下心情 TK覺得什麼樣子的人格特質 會適合在新創公司的工作 我覺得勇於冒險吧 能夠挑戰不可能 認為什麼事其實都可以想個辦法去克服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人格特質 公司對於英文能力會特別有要求嗎 現在International的Language還是英文 我們跟日本聽溝通 香港聽溝通 馬來西亞聽溝通 所以我覺得英文在放到整個Organization說 我覺得會越來越重要 那待會的話呢 就是會突擊一些員工們的英文能力 就是會問他們一些相關的問題 你對他們有什麼期待嗎 我期待他們能夠表現非常好 我們每個禮拜都還有英文時間的訓練 真的喔 好那期待待會大家的表現 好沒問題 好的在了解完兩家公司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要進入今天影片的重點 實際上問問看員工們 他們在新創公司工作的經歷 順便測試一下他們的英文口說能力 那我們就開始吧 Can you describe your current position and responsibilities I'm a marketing specialist for a Japanese market I'm in charge of KOL cooperation in KKA right now Current position is a brand planner My job description is basically to promote our brand I am the account manager of sales team My job is to maint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vendors Current position is general manager of Fandam Malaysia so I'm taking care of the whole Malaysia team So I'm the senior global expansion manager in Fandam I first joined Fandam I joined the launcher team in other words like to launch the city Why did you choose to work at a start-up instead of a large company? A start-up company is like KKDA It creates an environment where you don't feel like you're just a cock in the wheel compared to a large and well-established company a start-up would have less structure and a flatter hierarchy Because I'm actually a fresh graduate I don't think that they mind that I'm less experienced I read the job description and the company culture seems to be quite uplifting and also quite flexible I would say my lifetime career goal is to support Taiwan Startup Go Global Okay Yeah But if you ask me why start-up I would say I really like the environment If you're smart, you work hard enough and you can probably get a seat on the table In a start-up company like this Do you feel like you have a lot of influence or a lot of impact? The most meaningful thing in here to me We can see like we are creating something that wasn't there before I think start-up actually gives you a big stage You do whatever you want And I think working as a start-up member that you can actually try different things in different aspects So I'm forced to think Come up with a strategy in many many aspects Includes marketing, business development, PR Sometimes HR as well Because you have a higher local people The work I've done here is actually visible You actually get to see it Whereas a lot of my friends who work at let's say a big company They don't necessarily get to see the things that they've done So for me in a start-up like this They really push you to grow And you get to do things that you never dream of doing And you'll be fully in charge of doing it Describe your relationship with your supervisor We get along pretty well And also had a good working relationship And also after work like we had dinner or we had a drink Okay so you guys hang out? Yeah and share a lot of life moments to each other So pretty close So my relationship with my supervisor overall I would say we were more like friends I wouldn't see her as my supervisor sometimes It's a little disrespectful but you know However we do have our arguments from time to time And we don't always see eye to eye with our opinions and different ideas So it's kind of like a good debate 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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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a start-up company It's just naturally that you're not as distant to your supervisors or managers My supervisor is quite easy to talk to And she's very patient because I ask a lot of questions Because I'm still quite new here I think we are like friends, sisters, brothers We support each other and we look at the same goal Okay And try to reach that So what do you like about your company? The perks, the benefits What I love the most is that I really got a chance to do whatever I want Freedom And the trust as well Oh okay Freedom and trust Our founders, they actually just like Okay you come up with a proposal And then okay just go for it As long as the resources is okay I feel like there's a lot of room And then we still can grow The start-ups are more flexible And we like straight tools And freedom Okay okay KKD helped us to develop the new skills And offer diverse opportunities And also flexible work options So we get the extra 3-day leave I believe so I think a very sweet benefit When you start working I was looking for a company with products that I personally enjoy using Fanel app is the greatest thing I know about And also because we got discounts for using our apps every month It's one of our perks We don't have very straight working hours Okay So you can stay here until very late Or you can leave earlier Just need to inform your manager This final bit is kind of like a pop quiz I've prepared a list of startups in Taiwan But I've tweaked the logos a little bit And you have to try to name the startup And point out which logo is the correct version First D-card D-card okay which one is the right one Right So I believe this is D-card I think the left one is the right one Okay that's right Cake Resume It's Cake Resume Yeah I think it's a blue one as well It's actually green The green one Cake Resume Oh you got it Next Do you know this brand? First Story Yeah first story you got it This one? It's actually the right one It's like podcast related It's like a design technology company Yep Or the design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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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got it Is it the one on the right? I don't know It's actually the one on the left The left one I think the logo is the one on the left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Okay I'll go with the green one Yeah you got it right Haha Haha okay great Left one Okay this is Pixie Pixie I think the left one Yep the left one Pixie The one on the left Right Servie cake Yeah Servie cake Right Yeah Servie cake Yeah Servie cake Three layers Green on top Finally this is Voice 2 Yeah Voice 2 Right one OK The left one It's so difficult Yeah it's very difficult The one on the right OK I think you did like the best You know your start ups Yeah I know my start ups 好的那今天的職場突擊影片 差不多在這邊結束囉 不知道大家在剛剛的問答當中 有沒有得到一些新的資訊 你更了解到說在新創公司上班 工作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氛圍跟感覺 那我個人聽到他們今天的分享 更有一個輪廓 就是在新創公司上班的時候 他們一定是要勇於挑戰的 並且能夠解決各式各樣的問題 那你負責的工作不一定會只在單一個領域 可能會尬到很多不同的區塊 所以身上的責任可能比較多 自由度高 而同時你的決定是很有影響力的 你可以看到你辛苦的成果 若是在大公司的話可以想像可能 份內做的事情會比較單純 但是同時你對未來的升遷 跟整個公司的結構也會比較清楚 所以不同特質的人可能就會 適合去到新創或者是大公司 最終還是要回到看 你自己的質疑追求是什麼 你是想要在一個不斷進化的環境 做創新的工作 還是會想要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結構 把一件事情做好 大家在看完這一集的職場突擊之後呢 如果是你來選的話 你會想要去到新創還是大公司上班 歡迎大家在留言區討論 那除了我們今天實際拜訪的 KK Day 跟 Funnel 之外 台灣還有非常非常多 很優秀的新創公司 看完這支影片 覺得喜歡新創公司的氛圍 也想要挑戰看看新創公司的工作的話呢 不妨上網去了解一下 剛剛提到的這些公司 很多都有職缺喔 那最後再次感謝 Startup Island Taiwan 邀請我們這次來拍攝 新創的職業突擊 Startup Island Taiwan 是一個由政府與創業社群 共同打造 為了建立國家新創整體形象的平台 集合新創的力量一起向國際宣傳 台灣的創新能力跟創業文化 那透過這個方式提升國際上面的知名度跟能見度 就可以吸引來各方的新創 創業家跟人才來加入到台灣新創的這個生態系 那也期待在未來可以培育出更多優秀的新創 帶著台灣走向世界的舞台 有興趣了解更多的人 可以參考Startup Island Taiwan的Facebook跟IG 那我也把這些連結放在影片的更多資訊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記得給我個讚 每個禮拜一的晚上九點會有新的影片 And that's a wrap I'll catch you guys in the next one See ya! 這個人的桌子上 我覺得這位員工非常有品味 他桌子上的東西讓我覺得他非常有品味 BING Facebook